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贤正是基隆子弟 服务过台大医院和罗东博爱医院 谢国良期许张贤正运用专长 为基隆打造更好的医疗品质 并且感谢谢任局长杜雅慧 过去带领卫生局的努力付出 画面上是基隆市卫生局 新任局长布达典礼 在市长谢国良的主持与尖交下 谢任局长杜雅慧将应信 交给新任局长张贤正 新任卫生局长张贤正 是基隆子弟 历练过台大医院与罗东博爱医院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回到基隆来为家乡服务 过去15年在罗东博爱医院服务 家庭医学部有很多的很好的贡献 主要就是一个回乡的子弟 去思考如何改善基隆的医疗品质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认定基隆的医疗品质 我们有很多还要努力的空间 还要再改善 要让所有不管是急重症的长辈 或者是孩子 或者是一般的病人都觉得在基隆 就能看到所有他们想看的医生 得到所有想得到治疗 这一点真的是市政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所以我也是等了很久 今天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杜局长也带领了局的同仁跟市府配合 我们今年也开始会推动儿童专转折医师制度 这些都会让我们把儿童的照顾做到更好 再来是这几年老化社会下 将近五分之一 五个就有一个老人的基隆市民 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失能 我们延缓衰弱延缓失能 我们做好长期照顾 长期照顾要普及 而且要卡关 各个关卡都能够快速进入品质提升 市长提醒我们要跟一样要做好市长的结合 我们跟社会处跟其他的跨局处之间 我们会努力合作加速推动 市长谢果良也非常感谢 卸任局长杜雅慧的努力付出 让基隆市卫生局成为全国一流的团队 而他也期许新任局长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 为基隆打造更好的医疗品质 也很高兴我们的杜局长现在转任参议以后 仍然会针对儿童医疗儿童早疗这两大区块 跟市府包括我的办公室 一个月开一次专案会议 大家也会看到这个未来在杜参议的领导之下 儿童医疗跟儿童早疗也会有具体的一些改善 跟发展跟更多的布局 所以不管是张贤正局长也好 我们的杜参议也好 未来我们都会继续的为了基隆各项的医疗跟早疗来努力 由于新任局长张贤正在宜兰深耕服务多年 深受宜兰相亲的爱戴 现场也来了许多台大跟宜兰医疗体系 与教育系统的代表 共同为新任局长祝福 台北市还有桃园市还有基隆市的卫生局长 全部出自台大家庭医学部 所以感觉上我们家一部好像是台湾卫生局长的摇篮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那可以说是品质保证 那开会你不要跟他说作与赶 不要 那80分的一个来购 为什么不是120分 三个月完成 为什么不是一个月完成的 他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他会很任性的把它完成 任性完成 那他很随性 随性就是 你私立下来给他请客 并能要求我晚上要去看 那他很随性的 一定都会答应得到 那他惰性是什么呢 他介绍有大的缺点 懒着下班 懒着吃饭 所以请记得要提醒他 要吃饭 然后多照顾他 新任局长张贤正的父母亲与太太 也陪同他参加就职典礼 新任局长张贤正是八斗国小 中正国中毕业后 到台北阳明大学与台大继续深造 服务过台大医院 罗东博爱医院等 也参与国际的医疗事务 是基隆出身的优秀医疗人才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庆祝五一劳动节 市政府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举行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 谢国良也特别邀请到 同样在生命中努力不懈的 基隆爱惜音乐大使 国际级市长钢琴家 许哲成到场演奏 让颁奖典礼的气氛相当温馨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基隆的爱惜音乐大使许哲成 特别在模范劳工表扬活动中 自弹自唱你是我的眼 温暖的琴声与歌声 让台下的劳工朋友相当感动 很开心在这个 今天在文化中心 可以在演艺厅 跟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来问候来请安 这个许哲成呢 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刚刚大家都有听到他的演奏 我觉得他的钢琴演奏 让人家觉得很感动 可是最感动的就是 他如果连唱的时候我有时候都 都感觉每次都快要掉眼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看他这样子 又唱得好又演得好很感动 那我觉得他很像我们很多劳工朋友一样 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非常努力认真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到最好最棒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哲成也好 我们所有在座的劳工朋友也好 那种努力奋斗不懈的精神 是小爱爸爸跟我们市政府最为敬佩跟敬仰 肯定劳工们常年辛苦的付出 市长谢果良也在社会处处长杨玉鑫的陪同下 亲自颁奖表扬每位模范劳工 那劳工朋友非常辛苦 那果良也要对所有辛苦工作的朋友 一方面致敬 一方面我们市政府会更关心 劳工朋友的权益跟政策 希望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的表现 也是说肯定我们劳工在社会上各司其职 能够为我们的社会上提出自己的职业 提出一种贡献社会的一个能量 让他们今天的表演就是表扬 让他们觉得说我在社会上 我这是各司其职做我的工作 让我可以回馈整个社会 然后又得到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认定 公司我还算加宅配 去参加基隆竞赛 还丟名 还不用我去订阅台北京庄 回来我又先变作工人所 到现在我现在复杰的企业工作 去参加基隆竞赛 我现在本来有一个工历 去参加基隆 去参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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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还有八卓国的企业 大家会像这样 很感谢中工会推 这个我今年做模仿老公 这场模仿老公表扬活动温馨热闹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跟张耿辉议员 何淑平议员 陈明健议员 及秦真议员 都亲自到场参加 肯定劳工朋友 在各自岗位上的辛苦奉献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向学 基隆慈云寺在信徒大会上 颁发基优奖学金 及清寒奖助学金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多位市议员都到场参加 感谢慈云寺长期以来 热心公益关怀教育 基隆慈云寺主委李林宝玉 在信徒大会上 亲自颁发奖学金 给高中职与大专的优秀学子 鼓励学生努力向学 慈云寺这项热心公益的 助学行动 已经超过30年以上 然后这次领到奖助学金 我很开心 谢谢这次慈云寺的奖助学金 除了金钱上之外 有就是会被支持的感觉是很好的 然后很谢谢他们这样投入公益 这样让下一代可以 有这个力量可以继续成长 我们每年的那个信徒大会 也是那个发奖学金的同一天 高中大学都成绩好的都很多名 他们都是有来点那个文昌登 才可以来申请 高中10名 大学10名 大学那个成绩实在太高了 台大有100分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颁发奖学金 除了颁发奖学金 慈云寺也在安乐区公所的推荐下 颁发30名清寒助学金 勉励孩子们用功读书努力向上 这场颁发奖助学金活动 有许多贵宾来参与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跟在地多位议员 及安乐区公所区长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 祝福获奖同学 也感谢慈云寺长期的热心公益 同时也很感谢慈云寺 在每一天安抚人的信仰当中 可以帮助这么多实地的小朋友们 再一次谢谢慈云寺李主委 长期投入公益 也恭喜所有的学生们 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慈云寺借由大家的支持之后 来去做公益 来去给我们的奖 来去奖励我们的优秀学生 给他们一点加油打气 所以今天有这个奖学金的存在 所以佩祥在这边 第一点感谢慈云寺这几十年来 祝十年如一日 一直支持我们基隆的优秀学子们 我相信我们李宗主委 还有各位在这边的李建师们 一直把我们神尊的一些的庇佑 的一些香火钱 来加速于我们所谓 各位的学子身上 我相信各位学子得到这份的荣誉 这份的鼓励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努力的 把你们未来的前途 努力的往前走 包括我们元宵节的活动 还有我们的这些奖学金的活动等等 为我们的地方也会做很多的事情 我感谢先代表我们的地方 谢谢我们主委 是我们的主委 我们的理论主委 以及我们所有的官僚 也有大家支持 我们的主委 最后继续为我们的地方做一些公演 为大家来服务 尤其是鼓励我们的学子 不是只是这一次讲学金 讲助学金的这个办法 其实平常的时候 也做了相当多的这种 艺文的竞赛 鼓励我们的安乐区的孩子 鼓励我们基隆的孩子 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更进步 更精进自己 在这边这件事情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鼓励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支持 另外慈云寺主委李林宝玉 也颁发6万元教务基金 给安乐国小 安乐国小校长萧玉展 也回赠感谢状 感谢慈云寺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 协助学校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南韩实况主契儿妹 徒步环台 在基隆庙口遇到一名会讲英文 以及西班牙文的小女童 流利的程度 连契儿妹也赞叹不已 徒步环岛的南韩实况主契儿妹 先生在基隆庙口夜市 碰上许多粉丝 其中这位小女孩一开口 就引起了大家注意 你曾经到苏尔和布産 真的吗 你曾经到苏尔和布産 哇 哪个地方你喜欢最好 苏尔和布産 你忘了吗 是长时间的 好 OK 八岁小女童琴琴 国小一年级就通过了全民英检中级 英国剑桥英语检定 西班牙文才学九个月 就能够跟外国人对答 哈喽 你叫什么名字 你接下来到哪里 就是我就问一些这些问题 然后她就会回答我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有送她一些台湾的纪念品 就有一个镜子 就上面就是有台湾的图案 我们之前会去一些外地旅行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坦白讲 以她现在的年纪我们去外地旅行办 然后很常都是她在帮我们处理很多 不管问路或者是说住宿或者是问餐厅 其实反而都是透过她去认识 包括像我们前一阵子之前有去过西班牙 那因为她会西班牙文 那我自己本身其实只会英文 所以西班牙文的部分反而到当地的时候 发现很多西班牙人他们其实不太讲英文 那反而是透过她去跟人家聊天 大家就很惊讶说一个亚裔的小朋友 看起来就是一个亚裔的小朋友竟然会讲西班牙文 七岁就登上了嘉明湖 征服了十四座百岳 因此登上了媒体 可说是文武双全 这回碰上了七儿妹 超龄的表现 让更多人注意到她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 第一届基隆城市祈祷早餐会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登场 谢国梁市长以及众教会牧长等各界代表 齐聚同唱诗歌祈福 为市政和城市的发展祝福祷告 第一届基隆城市祈祷早餐会 会聚基隆基督教天主教众教会牧长 挤来自企业 医疗 教育等各界代表 齐聚祷告祝福 包括市长好友詹斯敦 白家丽主持人 国民党黄建廷秘书长 以及多位议员贵宾出席与会 希望以家庭城市观点出发 攜手打造有爱无爱的城市生活 我觉得今天是有一个很不同的意义的 我突然就想到合一这两个字 因为这是我们基隆市 自己办的第一个全市的城市祈祷早餐会 但是国梁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牧者 我们希望这只是第一届 我们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 而且我们会办得更好办得更大 然后我们让不只是基隆市 让更多的牧者一起来参与 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我们如此同心合意 为你的仆人还有为整个师父团队 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 我们也请全体的会众可以坐下 请坐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我们渴望基隆能够成为 最安全 最有爱的城市 谢谢 谢国梁市长感谢牧者为了基隆发展 台湾未来的和平 甚至是亚太地区稳定生活共同祈祷 并表示这是首届基隆城市祈祷早餐会 期待未来能凝聚更多牧者参与祷告 让更多的爱来到基隆 在城市治理及关怀弱势等不同面向的领域 都能获得更多的祝福 我相信天父上帝听到我们的祷告 必会垂怜我们 降福于基隆 也降福于台湾 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祥和的社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热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 有点惨败哦 信义区 教校皆美的世界社区 三四十年来 都没有天然气管线 居民都觉得相当不方便 市议员何书平 向新隆天然气公司争取 达成结论 希望家会更多住户 成为用户 一起来了解 天然当然比较方便 对不对 不用说常常在叫瓦斯 对不对 也比较安全 信义区美的世界社区 成立以来都没有天然气管线 让居民觉得相当不方便 这个社区真的是老旧社区 那因为现在住户都是长者 那长者来说 你若是要用桶装瓦斯 对民众来说是真的是很危险 因为他可能晚上很冷的时候 洗到一半没有热水 那又要去等瓦斯 那民众年纪又大了 你若是又不能装天然瓦斯 真的是对民众来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再说现在没有天然瓦斯的住户 也是真的是寥寥无几 但是我们的社区就是最大中 没有天然瓦斯的社区 市议员何书平 今年初邀集了公务处 新隆天然气公司研商 争取铺设天然气管线进入社区 经过多方努力 总算有好消息 因为美的世界的住户 他没有天然瓦斯 然后就到这个里长 还有议员的服务处来呈勤 然后我们就经过办理会刊之后 请他们去调这个 他们的瓦斯管线 然后他们发现 三项跟五项的双号 有一个就是既有的一个民管 然后就是透过他们就是 签那个民管 然后大家来平均分摊 那个民管的费用 那大概一户可以就是要分摊两万五 那如果说依照你的楼层 跟你的炉具的话 你那个表内管的话 你还要额外的再付那个插架 那这个是三项跟五项双号的部分 那其余的五项七项九项的部分呢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既定的民管 以及主管 所以说目前他们新农瓦斯在这里是没有规划的 那我在这边也会积极的来争取 除了降低这个费用之外 我也会积极来争取他们来布更多的这个主线 和管线 让我们美的世界所有的住户都能够这个有天然瓦斯 目前规划交校街三项五项双号住户 利用原来的就有的管线进行施工 不过天然气管线铺设有一定的程序 管线施工的道路都需要经过每一户住户同意 因此天然气管线普及率在基隆只有60%左右 教校街三项五项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 它本身它在外面他们社区外面就有一个计设的民管 那它因为计设民管 我们一般在推广这个补密户社区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是会考量两个 一个叫做效益成本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住户的同意书 因为每一户都是自己是所有权能 所以同意书要收取其实有它的困难度 那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合议员跟那个专理长的协助之下 他们就协助我们去收取这个书户的同意 那我相信后面的话如果说同意书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收齐完成的话 那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管齐城 虽然目前只有三项五项双号住户 可以安装天然气管线 但议员何淑平表示 未来将继续向新隆天然气公司争取 铺设更多管线 让管线能够更普及经费更便宜 记者黄稍民基隆报导 中山区外木山海新游泳协会一带的泳池平台 已经兴建很久 许多铁架早已经腐朽甚至断裂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结合立委蔡适应 以及基隆市政府积极争取下 已经计划重新整建维护泳客的安全 也提升整体景观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陪同当地协和里长张忠信 和相关单位以及海新游泳协会人员 一起勘察泳池周边平台相关设施 以及结构等问题 由于中山区外木山海新游泳协会一带的泳池平台 已经兴建好几年 许多铁架早已经腐朽甚至断裂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结合立委蔡适应 以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积极争取下 已经计划重新整建维护泳客的安全 也提升整体景观 有一些比如说支架的腐蚀 或者是平台的设计不良 这个问题确实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那其实秉均跟我们张忠信里长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 不管是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游客永客 都在反映这个问题 那其实是经过我们两年的努力之下 其实也顺利包含 请我们的蔡适应立委 包含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我们也共同争取到了两千多万的预算 将要在今年将整个海星平台 一次性的修缮优质化 那未来的话 可以让不管是游客 游客来到我们万木山 来到我们海星平台 这边游泳的时候 都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安全 非常好的游泳环境 那这个目前的话 其实今天为什么会特别在办理会堪 就是我们在邀集了我们的各相关单位 然后来共同在这边再次的讨论 因为还是有部分的细节 需要再跟我们的全职单位 来去续说 包含一些栏杆的可能会有摇晃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路线 包含就是说 它预定是在我们常有的结束完后 才会进行动工 可是暑假期间 却是我们游客游客最多的时候 那如何做一个游泳路线的规划 让大家既可以来这边游泳 又不会影响到它施工的整个的工程 这是相当重要的 由于计划在外木山 4000公尺长泳活动之后才动工 刚好遇上暑假期间 来这里游泳民众最多的时间 张炳君也希望主管单位 要想好相关配套措施 让整件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也降低对游泳细水民众的影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理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理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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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